第一堂课上的就是那个三字经 三字经再高一点 就有弟子归 签字文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面 在三字经里面 他贯穿了很多中小结义的思想 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熟悉的例子 叫孔荣 就是孔子的一个后代 他四岁就可以让梨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大的梨 让给他的兄长吃呢 那是长幼有序 还记得说东汉的一个小女孩 七岁就可以给他的父母 把这个被窝都暖热了 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思想 他在中国五千年来代代相传 但到了中共这里以后呢 就把这一切都全部打乱了 现在我们看这小孩子不懂礼貌 不知道感恩的人很多 那当然在哪里呢 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我背过三字经 开始说了几句话很好 我到现在都记得 它叫人只出性本善 性向近喜向远 勾不交性乃迁 那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这有点文养文在里面 就是人生下来它都是善良的 然后呢 那个他们的那个善良的本性 都是一样的 但是生活习惯它不一样 然后你如果不教他的话 他慢慢这个习性就变得坏了 所以这种感恩的心情 我觉得就是从小孩子的时期 就要教育他们 他们才知道感恩 当一个人长得成年了以后 一个人懂不懂感恩啊 我觉得对于这个人呢 对他的事业的成功是至关的重要 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说 那我们现在接一下 纽约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你们大家好 你们大家好 这个刚刚那位张先生讲的 也是对的 不管我们美国人 他这个Thanksgiving 他的目的是好的 他不管是感谢赢的安能也好 感谢上帝也好 他是一种谦卑的心 Thanks 我们看到外国人听到讲话 你给他什么好东西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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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谢谢你 You give to me 你给我什么东西 我要谢谢你 这就是一种美德 这是一种善良 这是一种道德 我们中国人的道德 其实比这个还好 刚刚那位贵宾 你不是讲的吗 我们首先要感谢父母 我们中国每一个江村 都有一个祠堂 这个祠堂是干什么 就是祭拜祖先 过年过节 一定要拜祖先 拜祖先 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留着这块土地 那么好的农庄 给我们有饭吃 也能够生存下来 这就是感恩 感恩嘛 就是感谢 但是共产党来来 又不是这个样子 要感谢党 如果你这个人对党没有信心 对领导人毛主席没有信心 你这个人就是混蛋 就是坏人 你这样子 你这样对党好 对毛主席好 那就是好人 对父母不好 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道德 跟穷尖的道德是完全 一个国家 我孔子讲的 反正是不信人政的国家 他一定灭亡 所以你看美国这么多 都是两个人 你越来越强碎 他就是信人政嘛 我们中国现在不信人政嘛 真的杀人放火嘛 所以我认为不信人政的国家 一定灭亡 谢谢王先生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加州丁先生的电话 丁先生您好 安大主播好 郭敬博士好 李天晓博士好 我是一个感恩节长周末快乐 现在感恩节已经过去了 我是一位一名半天城的佛教徒 严格说来感恩节主要 要正在正本溯源 就是正式追溯到1620年 英国清教徒 乘风波浪 乘坐五油花号 横渡大西洋 登上新大陆开始 他们在英国受到反对教派的政治压力 迫害甚至于无形追杀 不得不逃离旧大陆 来到新大陆美洲 当时还没有美国 就碰上了一群善心的印第安人 供他们吃喝 扎营露宿 没有这群印第安人 他们早就饿死了 所以他们要对印第安人感恩 而非对耶稣基督徒感恩 耶稣基督徒不喜欢听 但是我讲了事实 结果他们不但不感恩 后来他们的后代还反目成仇 恩将仇报 学习印第安人村落 红人好心没好报 后来新教授的白日 丁先生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 如果您还有讲可以回来之后继续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些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好 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 那我们再接一下新泽西州彭先生的电话 彭先生您好 你好 安娜主播好 还有嘉宾 听众 我刚刚那个观众都讲得很好 这个历史我就不讲了 我也听过很多这个故事 怎么来游的 这个都对了 但是我要说一点 就是说 现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是不是跟这个我们感恩 我们为什么会改革开放呢 大家都现在的人都认为是因为共产党对这个人民放松了 我认为呢 这是就是在国际的压力之下 在自由社会对这个共产职权专制 这个不但是职权独裁的 它而且是害人民 所以在这个国际上对它的压力之下呢 对于这个中国才有这个改革开放 那么这个东西我最初的时候 我也是要感激 感激美国这个的制度和社会的一个秩序 也就是说民主社会对这个共产制度的压力 我是从大陆出来的 我从小从大陆也经过文革 然后在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人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是想到这个东西呢 不是我们一个感激的是这个制度 我没有说感激美国人 我说感激这个西方这个制度 好我的话完了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好谢谢彭先生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加州旧金山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你好 Happy Thanksgiving everybody Thank you 我本来不愿意说什么 可是我刚刚听到丁先生那一句话 我要反驳他 我也是台湾来的 要一天到晚帮马英九选举 Sensegiving什么意思 非要牵扯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丁先生我知道你这个节目你是忠实的顾客 请把你的脑袋多想一想 并不是Sensegiving代表 Sensegiving对某些人 对天跟地 什么都要爆发在内 您讲完了 好那我们来回应一下 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感想 那先请冠明先生 刚才这个旧金山的李先生说到说 我们感谢是所有的对象 就是我看到中国的古书里面讲的 那么我们感谢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天地君心师 要感谢天感谢地 君的话过去是指皇帝了 那亲的话是指父母亲 那师的话是指老师什么的 这个就是说感谢的这个范围呢 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的话 人们之间是互相感 所以不是局限在说 这个人物我做了好事 我就是感谢他 刚才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观众说到 要感谢美国这个制度 但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那这个制度本身是什么呢 这是民主 就是美国这个民主于自由的制度 那这个制度又是谁自钉的呢 那肯定有一个自钉人的话 所以在美国这么一个社会里面 我觉得他给那个中国大陆最大的不同 在说它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 在有信仰的社会 那么就是在人的上面还有神 神在掌控着人类社会 所以才会有美国这个制度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些大家讲的都不矛盾 也就是说你感谢某一个人为你做了好事也好 你感谢一个制度为你做了一个很大的善事也好 那么这个东西和说到极端的话 那么和神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觉得在有信仰的社会里面 感谢神这个是一个共识 但是在中共这种它这种无神论的 所谓的无神论的思想之导向 让人家不信神 所以说那也就变成说我们救世论事 在这个事情上感谢我们一个人 我觉得那个就讲到 那个视野就小了一起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刚才王先生谈到了一个 就是说在中国就是不信人证嘛 而且很多事情说你不管怎么样 你要感谢党 我就想起来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在当年有这么一句话叫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的恩情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那我们就看到刚才冠明先生讲到的 就是说实际上你父母生你羊 你有养育之恩 肯定是对一个个体来说 肯定是爹和娘是最亲的 那么就是在中国那个年代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大家不断地告诉自己 党和这个毛主席是最 他的就是最高的 最直接的 最要去敬重和感恩的 那么还有呢 我就看就是感恩节目 看到一个故事 就很有意思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一个年轻妈妈 她就抱怨说 说呀我那个 对我的小孩心都扒出来了 好吃好喝好玩的 说我自己受委屈 也得让孩子高兴 让孩子满意 然后那天呢 他回家里问我说 说妈妈老师让我写 感恩妈妈的作文 那我写你什么呀 他就说 哎呀问得我好伤心 所以我们现在看 中国大陆的小孩啊 就好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过去好像就是 刚才您谈到 这个恐龙让离 他对的 他对他的兄长都是很尊敬 就不用说对父母了 对这个 比如说爷爷奶奶再上一辈的 那肯定都是说 非常的敬重的 那现在就是倒过来了 现在就是说 父母跟爷爷奶奶 都对那个小孩 他想要怎么样 都是尽量去满足他很多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都这样 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的很多小孩子 就是说比较的 考虑自己比较多 对其他的人的考虑 就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不知道 就对这些 李博士 你有什么感想吗 首先中共在这个49年以来 不但是用暴政 和这种强烈的洗脑方式 来统治这个中国 而且他把自己的一套 党文化的东西 完全灌注给中国人 实际上刚才那个 冠先生讲了 就是天地军亲师 是吧 实际上他把天地军 这三者归到自己这儿 你不是讲吗 天大地大 不如党人情大 是吧 爹亲娘亲 不如华路协亲 所以归到这儿 就是他用自己的这种 党的领导 是吧 这个东西来代替了 这个天地军 是吧 这是一个 再有个呢 就是说 其实后两者 是吧 那个亲师 亲就是指的 孝帝关系了 是吧 这个讲的就是 有些诗经里面讲的 叫哀哀父母 生我取劳 父息生我 母息居我 是吧 欲报自得 浩天亡己 是吧 这个就是指的 就是父母生育的 这个恩情如此之大 他没有办法来报答 这种 他实际上就是把这种的 传统东西呢 就把它转换一下 转换到对党的这种感情上 所谓这个歌功颂德上去了 这是他一个非常卑鄙的手法 这样的话 长期以来 老百姓随着他唱这个歌啊 怎么这些党文化 就不知不觉的就跟着他走 是吧 这个中毒很深 是吧 这个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其实那个刚才那个彭先生讲 他说那个 这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是吧 这个是在国际加力下发生的 这个当然有一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但实际上当时确实的事实是 中国在文革之后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当时来说 那个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 就是整个的经济呢 就是工业农业整个不但 虽然是学大庆学大债 但是实际上都崩溃了 没有办法再维持这个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开始改改革是吧 从这个四川啊 从这个安徽开始是吧 那么呃 他实际上是把松绑 就把老百姓的手松一松是吧 另外就借助这个外国的资源 就是中绑和投资这两个 使中国这个开始发展起来 还有一点就是讲到 刚才就是说中国文化 在这个感恩和西方文化在感恩上 他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讲这个感恩 他实际上除了讲人与人之间要感恩 是吧 这个对其他方面工作的同事啊 等周围的人要感恩 他主要强调的是什么 对神的感恩 他在独立宣言里面 有一个最最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men are created ego 就是人是由造物者造来平等的 政府只是为了保障人民 这种平等的权利而生的 是吧 但是呢 在中国的翻译 中文翻译你去看 叫做 人生来平等 生来平等就是 men are born equal 这个 我本来 我本来